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讲的是初代最恐怖的剧情 初代的剧情跟后期的雷欧还有艾斯等比起来 恐怖的剧情真的不算多 但是这一集的故事想必也是很多小伙伴的同名音音 最近在日向岭附近频繁发生客车坠落事件 于是派来了科特队进行调查 明明都知道这客车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 我们的队长还有一出非要以身试险 自己也要坐这辆车 很好这辆车长钟都掉进了谁啊 good very good 在调查的途中啊 队长还有这个黑死女人只是掉在这树枝上 并没有威胁 队长这个时候纳闷的 我有科特队光环 所以死不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 跑到出了试的客车中 队长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在对话的过程中才知道 不光他俩没事 其实所有人都过救了 最倒霉的还是巴嘎医书队员了 其他人都是破了点皮 只有他自己顶折出院了 了解了真相后 队长返回了悬崖上 发现黑死女人正站往研究所的方向爬去 这就令队长喊失疑惑了 可恶啊 刚炮的马子都没了 不对不对 总部总部 我怀疑这个女人跟案件有关系 而此时宇宙研究所的索源跑到了医院 寻求帮助 在和科特队的交流中知道了 原来三天前宇宙研究所就被达达占领了 达达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标本 只有他当时兴趣的逃过这一件 他跑到哪里 达达那条恐怖的脸就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 刚把事情交代清楚 索源就在医书的面前 伴随着痛苦的身影声消失了 很显然 索源并没有完全逃离达达的魔爪 本来达达都已经完成了这几个标本后 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谁知道领导竟然让自己加班 非要找到六个人类标本才让回头 这关大意不吓死人吗 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 那也是自己的领导 这不吗 略物送上门了 达达变成了刚刚索源的样子 去迎接黑色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叶子 这别说的研究所的成员 这次过来就是来提资料的 不是大姐啊 你说归说 介绍无限少 你脱衣服是几个意思啊 在交团中 叶子处于女人的逆流感 觉得所缘非常的奇怪 在看到桌子上的SOS后 就更加的恐惧了 知道故意已经暴露了 达达露出了真面门 而此时队长来了 小样 本队长的马上你也敢动手 接下来就是一段 达达追逐二人的桥段 队长在关键时刻 告诉早天请求支援 只见早天那手中一闪 非常初代前来支援队长 本来心心满满的达达 被初代一阵暴动 本来就丑 这下的公仇 还说出个谈点非常经典的 奥特曼太强了吧 本来大家以为 这么跟老板说的话 老板就会让自己回去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自己的黑心老板 根本不管自己的死亡 就要留着人类标本 没办法 打不过奥特曼 就来找队长吧 我操 卷这么多 我装 我打 早知道刚刚就不带妹子跑了 直接当着妹子的面 揍你一顿好了 最后被初代 在空中直接干掉 这次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好了 明天我会给大家讲解 赛林的黑心故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 我是基人哥崇尾 一个被吐槽 只会讲奥特曼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吧